精良小子五效成分顧精亮 勇德生技蝦紅素葉黃素 邀您購賞全民新攻略 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藝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新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歡迎全國所有默契絕佳的 所有好夥伴們 準時光臨 全民新攻略 在戰場上 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夥伴們 會建立了一個不朽的革命情感 而今天這種情感的建立 是在職場上 唯有強強聯手才能夠創造佳績 一起來歡迎今天三組 有革命情感的職場好夥伴 歡迎大家 介紹第一組是母女的 是對於的金曲歌后 和她的 她即將未來也是客語歌手的 冠麟芝 林沛喬 歡迎兩位 大家好 林沛好 歡迎兩位 第二組是健康同學會的主辦人 顏麗婷和廖清學 歡迎兩位 第三組是議會之花 皇室中青會的兩位代表 黃潔和黃玉芬 歡迎兩位 大家好 你們倆有新節目了 恭喜 謝謝 這不是新節目嗎 但是我們是新一代主持人 對 漂亮 所以之前這個改朝萬代 對 好厲害 你們這兩個組合太特別了 是一個挑戰 是一個挑戰 錄了嗎 錄了 順利吧 越來越順利 我們認識一個月 對 算賞過 但是我知道他已經知道十年了 對 他說他從小看我節目長大 看他節目長大 對 什麼時候播出 每週日晚上六點 每週日晚上六點 東森五七健康同學會 是的 好新的組合 漂亮 全新組合 好的 今天是雙人特別企劃 有請本華麗圖書館 最高層的研究員 越來越苗條輕瘦的蔡昌華 大家好 我是理研究員蔡昌華 今天是雙人特企 就看誰比較有默契 因為除了雙人共同的專屬題庫之外 當然今天也要進入到我們的 資格賽九九懲罰表題 這個九九懲罰表大家都會背 但是你還熟不熟練 待會兒就要好好的努力看一看囉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發揮 最佳實力搶大獎 最後我們這把時間 交給郭柯宇雙升到 他絕對是全台灣最帥的 金鐘主持人 曾敢講 我們團體賽 雙人特別企劃要贏得資格 用九九懲罰表是最快的 也要提醒大家 九九懲罰會背還是挺不錯的 對不對 統一好 準備好 可以喔 這個速度喔 準備 九九懲罰表 三 九 二十七 五 六 三 七 好 五 六 三 七 你第一次來喔 對 沒有關係 我們就當作試玩 好不好 你看天天衣衝三次 也會死 也會醜一次的嘛 好不好 合觀長那麼漂亮 我們開始囉 好不好 正式來喔 我先說 我心鬧 我心鬧 我當然先感受那個氣氛 這樣一下你就那個氣氛就來了 對啊 好恐怖 放輕鬆 放輕鬆 一緊繃就不見了 你沒有靈感 越放輕鬆 越簡單越答不出來 越好笑 你們知道吧 好不好 準備 預備 開始 九九懲罰表 三 九 二十七 九 八 七十 九八 七十 勇敢的說出來 九八 七十二 你你說對了 你說錯了 九八 七十五 九八 七十二應該是五十幾 什麼應該五十幾 九八 九八就是七十二啊 是 好不好 好 沒有關係 你死了 來 剛剛試完的時候很好 剛剛試完都超OK的 對 對 好 準備 預備 開始 九九懲罰表 二 二 得 四 三 升 得 九 九 九 八 十 一 七 八 五十六 八 八 八 六 四 六 五 三 十 五 八 四 十 四 四 十 六 三 五 十 五 六 六 六 三 十 六 七 八 五 十 六 八 九 三 十 六 我也要一次機會 沒有啦 立體靠你了 這個數字是魔咒 想不到這位母女還在喔 來 預備 開始 九九懲罰表 九 六 五十四 六 七 五十 六 七 四十二 來 這邊請 這邊請 黃玉芬準備好喔 預備 開始 九九懲罰表 六 八 四十八 七 七 九 提提 四十九 四十九 怎麼變成九十四 對 對不起 好 現在 是議會之花 還是健康同學嗎 菁萍加油 她都 對 來 準備好喔 剛剛是對 她走所以換妳出題 預備 開始 九九懲罰表 好 二 七 十四 八 八 六 十四 三 七 二十一 耶 黃玉芬要最強 真的 顏麗婷 何廖靖學 兩位請就位 廖靖學同學 台藝大廣電系畢業 宣傳 今天特別兩個呢 和顏麗婷宣傳五七 健康同學會 全新的組合 全新的風貌 是 好了 我們要先看一下 照慣例看一下 我們的夢幻大獎 好的 每一集都有一些 不一樣的設計和包裝 來 請開夢幻大門 這一集 我已經準備了獎品 右上方 右邊那個 對表 對視禮盒 它有手錶 有手勢 OK 隔壁的那個是除蠻機 加上噴霧槍 三萬大獎在前面 是行李箱組 一大一小 五萬大獎是隔壁 電動輔助自行車 以及最後的 迪士尼美語互動教材 親子居家首選的那一套 語言教材 這個互動起來聽說非常有趣 好不好 來 他們倆共同的題目 請公布 我想至少三題 好 顏麗婷 張太太 來 你們兩位 從哪題開始 靜雪哥 你選 你先選 不要啦 你先 你要不要先選婚姻 先選 好 先選婚姻 看婚姻狀況 好 對不對 好不容易走了十一年 對不對 對 不容易 不容易 那你就分享一下吧 這十一年維持婚姻的妙招 秘訣是什麼 就是永遠不要忘記 你當初為什麼愛上他 有難度吧 你要怎麼提醒自己 記得當初為什麼愛他 因為他從這麼 如日中天的球員 變成現在一個教練 所以其實是有 你球員生命都是這樣子的 對 是有落差的 因為你再也看不到 他球場上的英姿嘛 對 所以你就要 時時提醒自己 他對籃球的一個執著 一個認真 一個熱愛 然後呢 轉念放到家庭 而且他同樣的態度 也對家庭是正的 他也是很認真的 常常的這樣子洗腦自己 就會覺得這婚姻挺好的 婚姻有什麼疊步 討論快一點喔 好的 請出題 這本網站調查 哪件事是老公最渴望老婆 能對自己坐以維持 夫妻間的感情 A 下班時說聲辛苦了 B 做好吃美味的料理 C 維持婚前的模樣 老公渴望的喔 我覺得C不可能 老婆的角度喔 老公的角度喔 C不可能因為太難了 老婆的角度 老公的角度 老公希望老婆 老公的角度 應該是說下班的時候 做生辛苦了吧 我覺得A跟B都可能 你在家裡面的時候 可是因為 可能沒有 沒有你知道因為你 他已經討論40秒了 料理 我沒騙你們吧 有一句話不是說 你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要抓住他的胃 5分鐘5題 吃料理 就差不多是這樣 先抓住他的胃這樣 是 我覺得這麼辛苦 55秒了 可是你會做菜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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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先B B 說你 你們剛剛大概在討論什麼 不是 你們剛剛對此件事 有什麼幫你 你們的效率 你們的節奏 因為我們兩個 一個沒有結婚 一個有 所以這個節奏上 比較難捉摸 對 以老公的立場 你就要多想想 老公最希望怎麼樣 下班後有人跟你說辛苦了 對啊 還是回到一桌的美味 你想看看家裡面 那麼多小孩子 然後還要做一堆的菜 那老公回來的時候 一定要跟他先說 是在辛苦的吧 你這個因為 所以有點怪怪的 沒有 是老婆做菜 老公 老婆還要說辛苦了 是這個概念 老婆還要再說辛苦 如果老婆說辛苦 跟老公 你有沒有發現到答題之後 還會再討論 你有沒有發現 跟對題目的認知 好像不一樣 我做總結 他們跟認知真的不一樣 他做總結 來 妳說 因為我發現 就我老公來說 我發現他滿在意回家有沒有 沒有他的熱好的飯菜 他會覺得這個家是溫暖的 可是如果老婆能夠為老公 一直維持著婚前的模樣 一直保持在那邊 數十年如一日 老得特別慢 維持得好好的 你不覺得 老公看得也是賞心願意 我想我是有啦 你再撥頭髮就打你 撥一下 你久沒有撥了 是不是B 切影之下 你看 那個日本網站針對夫妻做了調查 結果發現 的確 這個兩個人的愛情曲線 雖然年齡越來越低減 從二十幾歲的時候 兩個人的愛情指數還有六成 但是來到三十幾歲 五成都不到 到了四十歲只剩下三成左右 到底為什麼呢 他們就說 其實想要維持婚姻的熱度 老婆第一名 就是要做美味的料理 還有其實老公也很在乎 就是回家的時候 太太可以說一聲 你辛苦了 已經能夠包容不一樣的價值觀 而第四名才是維持婚前的 那個狀態和樣貌 不過呢 所有的老公最反感老婆的行為 就是嫌 薪水太少 很容易會造成兩個人夫妻失和 謝謝 好 主持首搭檔 好 主持首搭檔 希望你們節目長長久久 謝謝 謝謝 來 切影出題 根據哈佛大學研究 給別人的第一印象是負面 之後需要用幾次的正面印象 扭轉負面的觀感 A三次 B五次 C八次 這太難了吧 第一印象如果是負面的 要用幾次正面的印象來扭轉 因為 他是 你覺得 他是哈佛大學 這有統計 所以有什麼依據嗎 哈佛大學的人應該會比較 難搞 所以我猜 三分三十五秒 我猜應該 應該是要多次一點 應該要八次以上 比了 好 聽你的 好 聽我的 好 八次了 好 那就選C C啊 鎖定 要那麼多次嗎 沒有 因為其實我心裡是想五 可是說真的 如果那個人真的很討厭 五次我覺得也是不夠 第一個刪掉一定就是三次 對 我覺得三次太少 負面印象的話 通常要用很多很多次的 正面印象來扭轉它 五次我覺得也太少 對 可是很奇怪 一個一直都是正面印象的人 他只要做有一次負面印象 他就捲毀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對於那個 負面的印象的 印象的停留的時間會比較久 他會比較深刻 所以他看到你的時候 比較強烈 對 會比較強烈 你一直都好好先生 然後突然間 突然間有一個 撵花惹草的事情 就把你這個人之前努力 給否決掉了 對 所以你之後在做 更多的事情的時候 都很沒有辦法去挽救他 八次 這麼多嗎 先揭曉 第二題 共產生 Yeah 好 這是根據 Huffle期刊的研究 就告訴大家 事實上第一次的印象 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第一次 人家對你有負面的觀感的話 之後你要花很大的力氣 去扭轉它 甚至要八次以上的正面印象 才能夠有效 所以他們就提醒大家 有一些點是一定要注意的 比如說我們都覺得 人家很容易會以貌取人 但是事實上上看一本書 你還是會先看它的外觀 怎麼樣 所以隨時要把自己的外表 打理的重植不重量 讓人家覺得乾爽親近 還有另外在這個電子郵件上的 一些小細節 也要特別的留心跟注意 以及盡量離開一些負面 八卦的話題 才可以讓你在人群當中 明哲保身喔 第三題 因為我們節目最近很多 加入一些親子的話題 不就來親子 好 加油 親子 請出題 親子網站調查 家長最常對孩子說 但是又最沒效果的話 哪一句是第一名呢 A 不要一直玩手機 B 功課沒寫完你還敢玩 C 東西不要亂丟 前三名 這三個好像都會 這我每天都在家講八次啊 你東西不要亂丟 應該會長講 又來了 又來了 對 對啊 我覺得 A或B 最常說又最沒效果的話 A或B 因為C已經沒有用了 C沒有用嗎 已經沒有用 可是小朋友一定會經常亂丟東西 所以你會經常講 不要亂丟東西 可是那不會是最常的 兩分四十五秒 好 給你選 我覺得我的答案是B B 索利 因為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就是一二三名 不好選吧 對 這有點可怕 因為真的第一名 A 我覺得是很多父母 天天都會說的事情 但我後來覺得 以我來說 妳說不要一直玩 她是會玩的 她不可能不聽的啊 她不可能聽啊 我覺得這有個盲點是 有一些小孩是沒有辦法 觸手可及就有手機的 不一定每個小孩子都有手機 現在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她幾年級了 她四年級 我們也是啊 我們也是五年級之後才有呢 不需要 我覺得國中再給她 都可以 稍晚一點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 A有可能 可是年齡層可能有 OK 好 再普遍一點 但功課沒寫完還敢玩 感覺就是常常會發生 而且到高中大學 搞不好都會念的 而且她玩不一定是手機 可能是玩遊戲 玩桌遊 玩什麼...對不對 不好說 那東西不要亂丟呢 但以我方式 我後來就會 會告訴她這個東西放在這 然後沒有放好 我就會幫她放一下 因為她可能去上課 覺得她們答對的舉手 可以換答 你看 沒有 沒有 來 林佩喬 因為我覺得A跟B 其實她都是在玩 一樣都在玩 然後唯一C 東西不要亂丟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最難 因為連大人有時候 自己東西也會亂丟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你習慣很難改 對 這是不知不覺 選東西不要亂丟的舉手 媽媽 因為這是不知不覺的 等一下... 不要放... 回頭看一下 不知不覺的東西 什麼 只有我 不是 那你剛剛忙什麼 沒有 我剛剛轉的時候 東西不要亂丟 好啊 那就 都認為東西不要亂丟 很難改啊 對啊 所以一直念自己沒有 從小念到大了 亂丟還是會亂丟 是不是 如果你一天裡面功課沒寫完 可能就那一個時間點 可是東西沒有亂 就從早到晚 對啊 那個是 你從回家就會聽到這一句話 那次數會比較多 對 大家講得都跟我一樣 不是 我們兩個才是一組的 內控幹什麼 奇怪 而且 原來你的專長是捨後腿 真的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麗婷妳好厲害 我就說 他一個人打扮我們就說了 我們在教小孩要聽 好不好 東西什麼東西 好 就是媽媽常常都會管教小孩 但是這些話怎麼講 小孩都不聽 到底該怎麼處理呢 其實上次第一個 如果跟小朋友說 你功課都沒有寫完 怎麼可以玩呢 他們就敬意大家說 媽媽可以講的是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還有哪一些功課還沒做完呢 就感覺是陪著小孩 一起來成長 一起做 而第二場講的啊 則是說怎麼考得這麼差啊 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對小孩說 那這一次錯誤的地方 你都搞懂了嗎 或者是當小孩呢 他還不睡覺 你一直要叫他去睡覺的時候 你如果叫他說趕快去睡 一定沒有效 你可以跟小孩說 你還不睡嗎 那陪媽媽一起來打掃家裡好了 他會立馬去睡覺喔 恭喜得到一萬元 智慧神秘 來 這兩個厲害喔 這兩個人 第四題 我們之前不是在聊那個 以後老了要幹嘛 好 因為那養老孤獨感 妳跟他兩個聊 好像以後老了要幹嘛 妳跟他聊這個 會不會找錯人聊了 因為我兩個小孩就覺得 一轉眼怎麼我已經有一個兒子 快十歲 對啊 妳馬上再過十年 空潮期就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 那他們都大了我要幹嘛 對 然後就想說問一下前輩 再三五年就可以開始想 前輩 對啊 真的 養老孤獨感 未來喔 謝謝主題 美國曾研究長期獨居者 對生活的影響 請問除了莫名的孤獨感 還會發生什麼情況 A時遇變大 B容易試睡 C消費率提高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會不會是會想要睡覺的嗎 會不會是你個人那些狀況 你怎麼知道 現在回家的時候 你知道在那邊看電視的時候 就會睡著 我覺得 因為它是寫美國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聊過一個主題 對 美國的平均的體重 時間剩下兩分鐘 對 對 對 比超過很多 所以你覺得是食慾變大 我覺得A 可是美國消費率也很高 會不會是消費率最高 都獨居了 沒有 一分五十秒 好 那A好了 好 食慾變大 我們相信他們都比較 我們答誰 A 準備 獨居的老人 他運動量這麼小 他怎麼會一直餓呢 因為我看到美國兩個字 然後加上我們之前真的聊過 因為美國 聊過這個話題 那個數據 美國人的食慾比較好在 數據我們有驚訝 因為他們平均他們肥胖的那個 肥胖比例很高 可是獨居可能 他們吃的食物內容 本來就是這樣子高熱的 可是獨居的話會怕寂寞 所以吃可以排檢寂寞 對 吃可以排檢寂寞 對嗎 對 應該是 搞不好 來 介紹 關係到是一萬元對不對 沒有 第四題 獨居的人其實會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食慾會變大 另外一個是睡眠品質比較差 當然會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疾病 第二個是 所以其實當我們人 產生孤獨感的時候 你會一直想要把能夠 抓得住的東西的 往自己的身體裡面塞 因此才會食慾變得更大 想要吃更多的東西進去 對 為什麼 來 第五題 好難超越 好 那你那麼宅 那個宅家忙什麼 宅家忙什麼 請助理 根據網路平台調查 疫情期間 日本人都在家裡做什麼 A追貨或看電視 B上搜集資訊 C卡罵話書 前三名 毀了 我自己覺得真的A 真的 但這我覺得都很像 我覺得 我覺得A太無聊了吧 時間剩下45秒 你們最好在10秒鐘之內 做決定 有什麼好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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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啦 我真的不知道 你選 你選 太難了 前三名 你毀了 我選B 35秒 我覺得C耶 35秒 快 好 來 A跟B你選 快 B B 鎖定 一個選A 一個選C 好 答案B 不是 亂選 因為你是在逼我 因為你是剩下29秒 你知道如果剩25秒不到 他訂完題目時間就到了 真的喔 我覺得 前三名很難選啦 真的 太難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第一個就A刪掉了啦 對 因為大家都是追劇看電影 跟誰說選A的 對啊 一定追劇看電影的 一定是B C在選 最B最不合理啦 我覺得是C 上網還搜集資訊 我自己的 可是B C在選 因為日本人 可是他是網路平台調查 來 請借酒 請 日本人在疫情期間都在家裡 做什麼 B C應該是C 正確答案是看漫畫書 好 我們剛剛的三個選項 其實就是前三名 而是在對於日本人來講 他們第一名看的就是 愛看漫畫書啦 那當然因為在疫情期間 沒辦法去實體的店鋪嘛 所以甚至很多人 嘗試用電子書的方式 來看漫畫 第二名是上網蒐集資訊 當然就是跟疫情相關的資訊 而第三呢 才是追劇看電影囉 好了 他們送我禮物 讓他們帶回去 我們要送給顏麗婷跟廖親學的是 剩下兩位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 謝謝 好的 請下一回合自個帶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比較少的 可以開始喔 從這邊開始 聲音大一點 我們可以慢慢來 好不好 預備 開始 九九 九九懲罰表 四六 五十四 有沒有可能是二十四啊 準備喔 好 開始 九九懲罰表 好不好 四九 十六 九八 七十二 四四 十六 五四 三 二十 十 五四怎麼會三 二十 二十 妳過來這邊 其實有時候都是口誤啊 對 有時候我剛剛也是口誤的 九十 九九懲罰表 好不好 四五 二十 要節奏 沒有關係 對 妳的換器要換得比較慢 對不對 我們再一次 好 謝謝 戲很長 來 預備 給身 九九懲罰表 好不好 六六 三十六 七八 十六 二十四 十八 五五 二十五 三五 唉唷 我怎麼會搶她的 是不是 好二 算輸 好 謝謝 唉唷 黃氏姐妹花 來 其他兩位進我們的比賽 黃氏中心會的兩位代表 議會之花 兩位都是台青交的成員 對不對 你們兩個都相當年輕 有許多共通點 比如說都是南部人 對不對 黃杰是高雄 對 黃玉芬是台南 對不對 都南部人 然後兩個都是不到三十歲 就當議員 二十四多歲就當議員 對 然後都有非常高的學歷 好 你們兩個共同的題目 來 請公布 從哪裡開始 都跟你們倆有密切的關係 就先從工作好了 選舉 比較熟悉 出發了 來 請出題 根據美國研究 選舉競選廣告的配音當中 哪一種議題用女生配音的話 會比較有收服力 A 施政團類組織 B 交通政策 C 教育政策 你覺得是哪一個 什麼議題用女生來配音的話 教文類的吧 競選廣告 我本來想說應該是親子類 對啊 就是譬如說婦幼 托育 三分三十秒 比較像的應該是只有教育 對 然後交通反而有點太硬了 對 然後施政團隊 三分二十秒 然後一個文化來講 C 鎖定 鎖定 施政團隊組織這樣子的競選廣告 的配音刪掉 為什麼刪這個選項 就是教文政策比較溫柔 然後比較需要跟親子溝通 然後這種時候用女生的聲音 會比較 親子會覺得 是可以比較好理解的 而且因為美國選舉 就是通常如果是施政團隊 組織介紹這種 我沒有聽過 女性配音的 老實說 其實台灣也是 台灣也是 基本上都是男性配音 漂亮喔 來 借腳了 合理 漂亮 很有意思的是 通常我們在廣告配音當中 可以看到三分之二的比例 都是男生的聲音來作為配音 不過倒是在政策的部分 其實會根據他的議題 有不一樣的一些訴求 所以男生女生 各自的這個占比不太一樣 像是如果是教育 家庭 這些相關的政策 女生的配音員比較討喜 而如果再講國防和外交 則是會使用男性的配音員 會比較打中他們希望打中的TA喔 第二點 美食 好 先吃的好了 美食 美食難霸天嗎 對 很愛吃 因為我們會聊吃的 你們會聊吃的 高雄跟台南吃的有沒有很像 台南更甜 但我覺得這是一些偏見 真的嗎 真的很甜啊 我每次都嚇得到 台南是有稍微甜的 它其實是鹹的 好 它有鹹味 它是有鹹味的 沒錯 來 請主題 大數據統計了各現實在地的美食 台南和高雄分別是以哪一些美食 獲得了網路高度的討論聲量 A 善於意麵跟汕頭火鍋 B 蛋 斬麵跟雞魚丸湯 C 蝦捲和鋼鮮羊肉 網路聲量比較大的 分別是什麼 最近 沒有牛肉湯就很難選 可是因為台南牛肉湯 大家都買了 就那個蝦捲很好 台南的善於意麵配高雄的汕頭火鍋 可是我跟你說 高雄汕頭火鍋很有名 尤其是製作的這個 對 對 特別是製作之後 2分35秒 等一下 先選一個 好啦 反正不是B嘛對不對 妳要從 對 我覺得蝦捲很少人來台南吃蝦捲 真的喔 我自己覺得 2分25秒 A 好了 A 鎖定 A 對 因為 的確會討論 對不起 很難 你確定不是B嗎 你們現在知道在這邊的難處了吧 很難 他們真的還滿厲害的 而且計時就南上下來了 怎麼辦 我們花好多時間喔 這樣好不好 台南淡仔麵是一個 已經在台灣流行50年以上的東西了 很久 對 你為什麼不選它 我好像是因為我是一個山調的 對 因為網路高度討論 不會去 不會討論淡仔麵 淡仔麵吃來吃吃就很這樣 太日常 應該說 對 就是會去吃 但不會討論 那台南蝦捲跟高雄的 高雄的鋼山羊肉咧 因為鋼山羊肉也是一個很日常的 就是 也日常 有特色到大家會習慣了 但是 不過新鮮 對 因為要討論 那鮮魚麵最好 鮮魚麵也四五十年了 妳怎麼說 不是 但我選A 是因為我覺得 扇頭火鍋是真的 最近討論很 身量很高 因為我自己身邊 大概就有四五群朋友 會來高雄吃 要先訂喔 而且會訂不到喔 真的 就是 扇頭火鍋 現在好像是一件 很難定位吃到的東西 很多人來高雄 很多人都會叫我帶他們 去吃扇頭火鍋 已經變成一個新名產 對 請介紹 漂亮 好 謝謝 感謝朋友們 對 感謝 真的有討論起來 感謝都有在FB分享說 哪一家很難排 好 一萬在巷子口了 第三題 因為我們平常真的 做這個工作之後 都在 比較有討論的都是一些 保健 對 腰症好累 好累 我們都會分享 就是哪邊有好的那個推拿 護眼實踐康 來 請處理 第一次研究指出 切下面哪一種水果的護眼效果 遠勝於單純只吃葉黃素 A 葡萄 D 藍莓 C 火龍果 D 藍莓 D 藍莓 這妳都提 火龍果應該不可能 不可能是火龍果是不是 A跟B 你換你 我幫你刪一個 我覺得有點像藍莓 但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藍莓跟葡萄 本來就是很像的東西 但我們快沒時間 1分55秒 那就 葡萄嗎 對 因為 至少有花青素嘛 1分45秒 好 鎖定 鎖定 哪一個 鎖定 A 鎖定 趕快先省時間 花青素 花青素葡萄跟藍莓比起來 葡萄比較多嗎 因為 可是因為藍莓 我不確定藍莓跟蔓越莓 那些都是一些比較 好像復刻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剛才是想說這個啦 然後他又講花青素嘛 對 花青素藍莓也有嗎 也有 對 A跟B都有 所以很難選 花青素主要代表的顏色 就是紫色 對啊 所以兩個都很像 妳覺得誰比較紫 藍莓是藍的 葡萄是葡的耶 陳哥這個就 就不好笑囉 是不是吃葡萄 是最好的選擇 來 請 請 介紹 我覺得 恭喜 這真的是有點猜了 當然吃藝黃素 可以對於我們的眼睛 那是有益的 不過其實如果再搭配吃葡萄 效果會更加成 因為葡萄裡頭含有豐富的 花青素 那這個花青素 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視力 變得更加有敏銳度 另外葡萄皮裡頭 還含有多酚 那這個多酚的成分 它其實這些分類的成分 它可以幫助我們去除自由基 也可以抗老化 也可以讓這個血管 更加的通暢 把養分輸送到眼球這邊來 因此啊 接著吃葡萄 可以幫助腎網膜 還有可以預防黃斑部病別 一百零六秒 大概也走不太遠 照你們這樣答大概也是兩題 要好 要快一點 是要你們能答三題 來 還是 遊戲 遊戲遊戲 剛看完看它煮什麼劑 好啊 對不對 好 請出題 好 完全沒有 怎麼是四百次咖啡 哪個命名跟碰糖有關 剪刀手布 你逼 我逼你C 好 然後剪刀 石頭 布 C 四百次咖啡 鎖定 亂猜 什麼玩意兒 好 完全沒概念 你們是不是猜得有點離譜 我們就剪刀 石頭 布 然後會不會就對了 就是 等一下 B跟C 你們把彩虹蛋糕給刪了對不對 因為覺得沒有什麼關係吧 我是在想 因為戳碰糖 它就是一個有動作的 然後四百次咖啡也是有動作 四百次咖啡 揭曉 想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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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好 這四百次咖啡 在韓國 他們的這個名字叫做 Jalgunna Coffee 那Jalgunna它其實意思就是很類似說 它的製作方式 很像是他們的碰糖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四百次咖啡也是藉由不斷的打發 造成有一個這個雲朵 很綿密的一個效果在 而碰糖它也是把糖再加入塑打粉 然後也是快速的攪拌 然後再經過這個燒糖的過程當中 產生了焦香 所以其實它跟雲朵咖啡 上面這種又輕盈又綿密的特徵 是非常勒死的 第五題 B 身高 貓咪捷運 台語 好啊 貓咪好了 貓咪好了 請 朱莉 有據法國俗言 有其他的貓要鞭打 請問是指什麼意思 A 圖謀不軌 不安好心 B 有好運逃過一劫 C 拒絕別人的邀約 有其他的貓要鞭打 有其他的貓要鞭打 這 這跟國情 我覺得就直覺了啦 現在就是才 然後我們就省時點 30秒不到了 快 我覺得C耶 你覺得C 我覺得是A耶 真的假的 好 那好 給你選 不要 不要 我們剪刀頭部好了 剛剛就剪刀頭部了 剪刀十次頭部 好 A 鎖定 你們把B刪掉了 因為感覺 鞭打貓好像不是一個 比較負面 對啊 可是B是有好運逃過一劫 所以有好運的時候 就是會想到鞭打貓 我就是還有其他貓要鞭打 所以我才露 才今天你算 今天讓你討論這一劫 好有道理喔 我還有算你好運 邰哥 你為什麼不跟我們討論 妳有什麼問題嗎 太厲害了 這滿有道理的 對啊 我被說服了 晚上被說服了 這麼容易被說服嗎 好像是B 為什麼是塗謀不軌 剛剛誰講 我覺得 沒有 我愛貓嘛 所以會覺得有其他的貓鞭打 感覺就是你私底下在想一些 比較偏壞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好 不會了 不可以虐勞 完蛋了 當然是 B好有道理喔 對不起 這二答案是拒絕別人的邀約 而這個用法其實非常的久 從十七世紀的時候 就開始有這樣的一個說法了 究竟為什麼一開始要這麼說 有點不可考 但是基本上 當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法的時候 就是完全拒絕別人說 我沒有空 我要去忙別的事情 可是這個說法 它其實算是有點不禮貌 不是很客氣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輕易的使用 好 送我禮物給你們講 來 我們要送給黃潔跟黃玉芬 那是卡噴捲髮器 加上乾洗髮組 捲髮器無線充電 清潮很方便 具有十一段定時燙髮 六段式的溫控 以及防燙的設計 具有蓬鬆效果的造型噴霧 無水無酒精的配方 淡雅 香水 輕鬆趕走油膩的髮根喔 跑行程超需要的 對 跑行程超需要的 要進去之前趕快先用 超需要的 藍色一把噴一噴 你們都不洗頭啊 不是 我每天洗 但你有時候你跑一整天的 晒太陽 然後就閉嘴什麼的 跑行程超需要的 那我剛剛只能眼睛亮了 好啦 接下來我們換了一對 悲情姐妹花了 好不好 請下一組就位 關靈芝 林沛喬 母女黨 是姐妹花 好不好 叫姐妹花好了 謝謝 就是媽媽保養得很年輕 女兒長得很成熟 對不對 兩個看起來就不像母女啦 有沒有 今天剛好有一個設計的 配得非常好 關靈芝 靈芝姐基本上這個 唱歌唱了超過四十年 得到第二十一屆金曲獎的 最佳客語歌手 對不對 這邊對我們的客家文化 一直很推動 剛剛看到前面的表現 最少都達到五題 我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我們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人 我們應該是做音樂的人 應該是用右腦思考 他們是比較邏輯性的 對 他們是學術界 對 如果我們現在要來比唱歌 那一定我贏嘛對不對 所以我總是有別的地方 輸人家的 妳覺得這個節目 有沒有可能比唱歌 所以啊 我如果來參加一支 遊戲的節目 應該是自在參加 你現在不給我獎品 我還是很開心 不僅自在參加 自在啟蒙 自自在 就是自在活到了 學到了 應該是得到更多新資 當然 來 請公布 前面三題 都跟母女有關 第一題 有沒有 母女 真的耶 都是 每個都不錯吧 沒錯 沒錯 各自有各自的題目 待會兒如果是 母女共同題目 那你們就要討論 各 是個別的題目 就聽她的主 決定 是啊 沒錯 至少要三題喔 好 第一題 女兒談感人 請出題 A 希望被捧在手腳心 C 容易愛吃醋 馬上就出一個都是的 這也是前三名啊 你毀了 我覺得是A 我覺得是B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印象中看很多社會 那是你的心理問題嗎 不是 我印象中很多社會新聞 就是那種獨子啊 2分25秒 想要被關懷 不是 我印象中是很多 真的 你聽我的 很多人恐怖情人 因為現代人有少直話 所以我覺得那恐怖情人 都是控制 都有道理 可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因為他就是控制於牆 他為什麼控制 因為他要讓別人去關懷 2分10秒 好 我真重力 鎖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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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 我的答案是 已經鎖定了 不用回答這個 已經鎖定了 好 你們這樣一分鐘一題 也滿好的 三分鐘剛好三題 我覺得滿好的 滿好的 因為我真的就是 完全就是憑我的 看網絡還有電視 就是獨子 就是 在家裡自己一個就是 他最希望被人家關注 那我覺得控制於牆 他那個其實也算是一種 要被人家注目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三句法 我會選B比較有可能 最有可能是B啦 沒有第二個跟他分享 父母的愛 對不對 其實想一想控制率很強 我覺得可能性很大 可是我尊重他 AB都大 對 請介紹 公子答對 Oh my God Yeah 終於感覺好像自己有聰明一點 剛剛一直到現在 都覺得自己笨笨的 在家中的排行不一樣的 也會影響你的戀愛價值 個人像是獨身子 他通常呢 因為從小到大都比較獨立 所以在這個戀愛的裡頭 也會比較成熟一點 但是也因此 他不太會在戀愛當中 迷失自我 他還是在愛對方的同時 依舊保有自己的空間 但因為從小到大 他都比較被爸媽呢 是捧在掌心呵護的 所以在戀愛當中 也希望另外一半 是這樣對自己的 一分鐘一題 你還有兩題 快 加油 那我就快一點了 夾箱話好了 客家話 林沛喬可以講到什麼程度 一起來去逛街是不是 對 講得很好耶 其實發音很好耶 他其實發音是OK啦 沒有 聽力好 他就把音在說話上面 很正常 對 就是要常講才會損 來 結音處理 請問客家宴當中 四十幾的 四十幾的 指的是什麼意思 A 一看就知 B 一猴而散 C 辦事不利 講得最好的意思 真的嗎 你講得很標準 我沒有辜負你剛剛的教導 對不對 誠哥 四十幾的 這個很簡單 一看就在 一看就在 A是不是 對 所以 等一下我跟妳講問什麼 好 還好終於選這個 靠你 靠你 你露臉了 真的 對 驕傲得不得了 來 說明為什麼是一寬就敵了 因為 剩下給的 這要給的 九支 就是十字機走掉了 九支的意思嘛 對 走到九支 一哄而散不是嗎 因為我上又一支不剩 全部散掉啊 全部散掉 對啊 所以它剩下一支啊 還有剩的意思喔 對啊 還有剩 這要給的九支嘛 就走了九支 結果看到那一支喔 對 所以那一看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辦事不利就拿掉了 因為這個 這整件事應該 辦事不利的關係都沒有 沒有關係 對 沒有 你的活動辦得不好啊 應該有十個客 十個觀眾的就走了 剩下一個 你不是辦事不利 剩下一個還捧場 自己家人捧場 自己家人 工作人員 沒有啦 這個小時候都聽過啦 一看主題啦 對 所以就很難 四十字機走 一看主題 一目了然 對 一目了然 很簡單 還好 很簡單 很簡單 該不會錯吧 介紹 中分了 你講得這麼清楚 剩下一個 對 好 為什麼是這個 做太Q戰 是一看主題呢 因為呢 這十字機 真的是不能誇 一看主題 一看主題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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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y 因為呢 十字機走了九隻 只剩一隻留在原地 固固單單的 所以一眼就看得出來 一目了然 因此呢 這些俗諺呢 就被是比喻成一些 這個事情就是非常的 顯而易見 非常的明顯了 你都知道它的結果 可能會從哪個方向走 對 其實我們有說一個 這個人拜事不利 其實生意 意思滿接近的就是 說你這個沒有能力 我們台語說什麼 沒在調 你沒在調 沒在調 我們也有啊 所以是不是很像 很像 很像 但這個不是屬於 這不是屬於 好啦 一彎就在巷子口了 表現非常好 你選 我們好奇唱歌聽媽媽 她的題目會是什麼 滿像 因為目前你媽媽 考慮事情比較快一點 選她的題目是對的 對不對 我比較果決 唱歌聽媽媽來 請你處理 我們常常用鐵肺 形容人唱歌中氣十足 請問她最初是用來治療 什麼疾病的醫療用具 A 肺結核 B 小兒麻痺 C 氣喘 氣喘好了 鐵肺 氣喘 我也覺得不出來 不可能是肺結核 不可能是肺結核 好 C 我們都一樣 對 所定 對 肺結核跟氣喘 為什麼不是肺結核 就是一個感覺 我純粹那個 覺得那個答案有陷阱 因為肺結核 也有一個肺字嘛 就讓人家覺得要選她 但我覺得不是 通常都不是這種答案 對 是這樣推的 翻去反 一樣 我們兩個感覺一樣 對 等對了你們再擊掌 剛好是錯了 先揭曉 揭曉了 關西到一萬元 智慧心幣 也是要擊掌一起坐 這句答案是小兒麻痺 好 要告訴大家 在1900年太太的時候 小兒麻痺相當的盛行 那那個時候 其實最容易在兒童之間傳播 而且在學校 泳池 都很容易傳播 但是其實小兒麻痺 就是除了是我們知道的 可能會造成的四肢癱瘓 無力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當你很嚴重的時候 呼吸系統的肌肉 也是無力的 因此他們算是最早的一種 敷壓人工呼吸器的方式 就是幫助這一些小兒麻痺 但是你已經沒有辦法 自主呼吸的患者 用鐵肺的這個功能 幫助他可以繼續維生喔 可惜就差這一題啊 沒關係 有來就很開心 我們太好 下次再來喔 好啊 好不好 這邊很好玩啊 什麼 什麼 成功哥 對 哪裡 來 進行終極獎賞 真好 她一題我們也可以站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對 有禮物 稍微小羨慕一下 不然那邊 他們都是剛好需要的啦 因為他們 好使用 他們兩姐妹髒還不洗頭啊 以後都不洗頭了 我也真洗 也希望你們兩個母女呢 下次可以結伴再來 在你們下一張專輯的時候 好 好不好 再次歡迎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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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光年曾經說 胡迪曾經冒險救過我 如果我不願意做一樣的事情 我就不能說自己是她的朋友 所以情感建立是互相的 而學習知識是互動的 記得要追到中午晚上九點鐘 天天跟你們一起來大腦互動的 就是全民心攻略 拜拜 謝謝 �血 快點 我們就不 verme 不怕 他們 就不恨 紅 這個 這 有 有一